裝機費 設定費 保證金 再送Wi-Fi的分享器 和世衛機商盒 0809 096 111 0809 096 111 現實優惠 先搶經營 Hypernet Your Net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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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台灣要和世界做爭議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當其他國家都在簽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當然不能缺席 台灣走出去 經濟更有力 萬事走進來 產業更升級 Thank you 加入區域經濟整合 再創台灣經貿奇蹟 老公 要再找房子了 對啊 不然等投資客來看上去 咱們就永遠要變成無可光 別擔心 報紙上說 房地合一課稅新制 要實施了 以後投資客要交很多稅呢 房地合一 105年1月日起 不動產的交易 如果符合房地合一新稅制 就要以房屋跟土地的交易總價值 來計算所得 課真所得稅 房價就不會再被炒作了 房地合一新稅制 居住正義新時代 您現在收看的是運通財經台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 創意比財竟在運通 今天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盤中 即時解盤節目 南郵大林 我相會30分鐘的一個時間 明天台股今天大漲的一個架構 你封關之前 還不曉得如何布局 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現場的COIN專線 當然還是開放著 0255-825266 0255-825266 再次為你服務 30分鐘的時間 有問題 自己打電話進來 不管你做多做空 都可以做一個諮詢 台股今天很漂亮 漲了132點 今天成這樣 已經800多億了 今天成這樣有出來 很漂亮的格局 那我之前跟你講過 大盤打底 主題的過程 你要選 所謂價值型投資概念股票 趕快做低階的動作 因為整理完 這個盤就會往上走高 昨天我已經跟你點名 股王大力光 代表的是一個行情的走勢 大力光 昨天來到波段高 今天大力光 繼續的一個大漲 股王有沒有上去 股王上去 那台股就會上去 這是一個必然的關係 所以之前很多人 看到蘋果很大的利空 關於它的營運 關於它的一個所謂獲利 很多利空出來的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看到 蘋概股都不跌了 跌不下去了 明顯的就是大力光這張股票 遇到蘋果的利空 股價是往上走高 利空出境 所以現在的一個架構 你所看到的盤 是甚麼盤 往上漲吧 今天盤 是往上嘛 來到一個短波高嘛 所以希望我們這邊 盤中給你一個集職建議 對投票每天的操作 都有幫助 你現在看我的節目時間 是中午1點鐘喔 還沒收盤喔 這半個鐘頭 我們開放給你做諮詢 是希望同樣在收盤前 你可以得到一個很不錯的建議 如果你手中的持股 出現嚴重的一個虧損 不管做多套勞 做空背課 你都可以透過盤中的即時解盤 這個call in專線 你自己善加利用 因為我們講究是一個誠信解盤 實在的分析啊 這個盤今天會上 你也不用意外 之前台股沒有動啊 我說他在足底嘛 沒有動嘛 那不管他怎麼打底 打底完之後他會往上 所以在打底的過程當中 已經有一些股票 陸陸續續的往上表態 我這樣跟你說過嗎 有些股票在大盤 打底的過程當中 會逐一的往上表態 為什麼 因為盤接下來會往上 所以之前你所看到的 不管是建漢 這樣35% 不管是 力勤 這樣有沒有一大段 不管是8433的紅盤 這樣是不是都一大段 所以這些強勢心的個股 在大盤還沒有衝出去之前 我們就已經領先市場 做了一個卡位動作 低檔會買 高點我當然會帶會員 做八檔的動作 這一檔紅盤 來看一下它的營收 去年度歷史新高 很漂亮一檔極有股 配合著一個籌碼面 很漂亮 支撐越墊越高 回檔下來要敢買 1月13號的紅盤 我買了幾塊錢 買在148 這個訊息我都給你對時對價過囉 保證一定買得到 我就是帶會員買在148 那我也不可能在電視當中 胡亂吹嘘說買在130 120 不可能因為我的會員 也是拿他手機的訊息 來跟我對時對價 所以紅盤一個操作 就是買在148 買完之後隔天14號 漲到156 接下來漲到160 創波段高 上禮拜五大漲8.5% 來到160平行高 那這禮拜二更精彩了 大盤再跌 紅盤還漲了9% 強勢性的個股 所以那一天禮拜二 我怎麼分析紅盤的後市 他已經從148漲到174了 我說他籌碼還是很漂亮 既然籌碼還是很漂亮 紅盤當然要續爆 雖然10張已經賺了26萬 算是不錯的績效 因為在禮拜二之前 大盤是還沒有漲的 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禮拜五嘛 昨天禮拜四啊 這兩天大盤漲了嘛 但禮拜二的大盤漲了嗎 沒有啊 但是強勢性的個股 他就是領先大盤走高 禮拜二 紅盤已經來到174了 籌碼還是很漂亮的一個檔基歐股 當然還可以續爆 接下來禮拜三 有沒有亮燈 再創波段高 已經來到188了喔 紅盤禮拜三 188了 10張40萬 跟對人真的很好賺 這是我們帶給會員的一個績效啊 因為整個流程 我們全程的公開嘛 那到昨天禮拜四 來到196 從148到196 有48塊錢的一個價差 我們賺了41塊錢 因為昨天他創高 我把檔 我的一個操作的一個心法 很簡單 低檔買 大漲的時候我趕出 我們不是追高殺低啦 輸家命運一定是追高殺低啦 那邊我說 但是贏家的一個操作法則呢 低點要會買 但是在一檔股票走高的過程當中 一旦正乖離過大 我會選擇站在賣方 昨天的紅盤189賣 189賣 訊息在9點34分 我昨天已經讓你看到了啦 紅盤創高嘛 創高我喜歡調節啊 在189附近賣出 9點34分喔 那經過6分鐘 9點40分 紅盤的股價幾塊錢 189.5 有沒有 再次對時對價 189保證一定賣得掉 紅盤我就是賣在189 賣完之後股價是不是下來 這邊都有190 191讓你賣啊 所以189的賣點 我是賣在相對高點啦 昨天高點是196嘛 196不可能是我賣的啊 那有可能 對最高點 那下來我才知道他最高點嘛 我只要賣在一個相對高點 41塊錢利潤我們就落袋了 所以整個紅盤昨天動作 創高要拔檔 賣在189 如果沒有跟著賣 尾盤剩177啊 差了12塊錢喔 同樣 那你覺得這一通訊息有沒有價值 這樣一買一賣 創造出來一個利潤是幾塊錢 從148到189 這樣一買一賣就是41塊錢 買進的訊息 賣出的訊息我都跟你對時對價 這就是我們帶給會員一個績效嘛 10張41萬 所以 整個一個操作的流程 全程的攤開在 全國觀眾朋友 讓你做檢視啊 讓你做印證 都沒有關係 我們講究的是一個實戰的績效 所以 當我設下不二價這個門檻之後 其實對我的一個壓力 是越來越大 為什麼 因為從不二價以來 我要給會員的承諾 就是最好績效 我要給會員的承諾 就是最好績效 這不是呼口號 那不是親切公公的 那不是在畫 人家說台語畫送而已 畫好看的 不是的 你光是看我們這一檔 紅盤的一個操作的一個過程 你跟我買10張 是41萬 你可以參加特會尊榮會員等級的 你知道我意思嗎 所以 我從不二價14億來 我什麼時候給你什麼 優惠 我什麼時候給你什麼折扣 每天都打折 對你來講 只是一種消費的一個刺激而已 但是重點 如果你參加的是很便宜的一個價格 很長的會期 但是如果你跟你一禮拜 你就便宜了一屁股 那你後面的會期還會跟嗎 不是浪費掉了嗎 如果你跟上去的一個訊息 是讓你賠的比費倍貴好幾倍 那便宜的一個價格 有用嗎 很長的會期有用嗎 所以 不二價給會員承諾就是最好的績效 我會盡我所能 把最好的績效 一檔一檔的呈現給我們的會員 因為會員真的蠻支持我的 蠻挺我的 我們會把會員的權力擺在第一 所以最好的股票 第一個時間點 我一定帶會員上車 所以整個紅盤 我怎麼上車的 148 什麼時候下車的 昨天189 這訊息同樣你都看過了 148會買 那昨天創高我189我一樣會賣 我是會帶會員賣股票的分析師 不是每天只進不出 每天設飛標 每天都給你兩三檔 不一樣的一個股票 一個禮拜就十幾檔了 你資金是有限的 你不可能慢無目的的 忙無髒髮的去亂買股票嘛 所以我們對會員的一個持股 大概都兩三檔嘛 出掉舊的才會進一檔新的 就是要讓你資金集中化 產生一個最大的獲利效果嘛 所以整個紅盤昨天189賣 賣在一個相對高點 賣完之後股價下來嘛 那昨天出現一個 近期的一個新天亮 所以代表紅盤經過整理之後 它還有高點 所以這樣股票 昨天189賣完之後會低接回來 會低接回來 等到它出現止跌訊號 189賣出的資金 我們會做輕鬆低接 為什麼 189到今天為止 172啊 會不會賣 差了17塊錢 所以如果前面這一趟 10張47萬 你沒有跟上的 那下一次紅盤 當我把它做接回的同時 我希望你待在我身邊 我希望你跟我們會員是一樣 產生一個同等的績效 行情好不好 你看今天大盤出 大漲134點 你又知道我之前給你分析 有沒有講對 股票的操作 我有沒有做對 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啊 所以 如果還有任何其他的一個問題 需要幫忙的地方 第二階段 再來接聽你們的COIN電話 希望一樣 再回到節目一個現場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其人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最大專線 您二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旋輪精細的科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就業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特固 0227810909 0227810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不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數位機上河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河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歡迎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那第二階段時間馬上開始 我們如果還有任何問題 需要幫忙的地方 現場的公信專線當然還是開放者 0255825266 025825266 再次為你服務大概剩12分鐘的時間 有問題 請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不管做多做空 都可以打電話進來做一個諮詢 台股是一個還不錯的架構 今天量有出來 比我預期中的好啊 目前為止成功已經929億耶 今天會超過1000億耶 所以攻擊的買盤 它已經進來了 我認為外資今天買了很多檔的股票啦 那金融股當然是他們大宗啦 今天金融內股漲了3.59% 所以既然有大腳資金 在封關前敢卡位台股 有沒有 那你就要好好把握 在封關前 我們所提供給你價值型投資概念的基歐股 低檔布局的機會 你之前看到的賤漢 利勤 紅帆 都是低檔局我們先買好嘛 買好了它就領先大盤走高啊 這是我們選股的方向 跟我們選股的功力啊 能把大盤未來一個走勢 先剖析給你知道 把一檔強勢性的個股 還沒有發動之前 就先帶你買好的分析師 絕對是少數啦 藍盤見高手 台股今天一個上漲的一個力道 證明我們布局的方向是對的 我們的看法 其實操作是對的 今天的逸光 破斷高 想不想 今天逸光很棒喔 今天所有LED族群 逸光漲幅最兇悍 你自己看一下 逸光 今天的LED族群 因為這個沒有用所謂的漲跌物排序 但今天所有LED族群當中 逸光漲幅最大 漲最兇 有沒有 幾乎快攻漲停耶 最近你看到我們操作的一檔幾乎性股票 我的股票就是會領先大盤走高 那第一個時間點 你要敢跟我買 台北林小姐你好 林小姐 有在線上嗎 導播 聲音有沒有問題 因為剛接近來 喂 蔡老師你好 你好 怎麼樣 請問 蔡老師你好 哪一檔 我要請問你那個台進 漲停牌啊 很好啊 恭喜你啊 恭喜我 我以前有問過你 那時候我買的是100塊 所以咧 現在跌到這個地方 我知道你意思啦 能不能加 你以後電視機的觀眾 如果call in進來 就把你的電視的聲音關小 或是關起來 直接聽我電話的聲音 不然會重疊 那你買在100塊錢的台進 我相信你今天是要問我要不要賣嘛 要不要續報嘛 目前來講 能不能加碼 加碼喔 今天漲停板加碼不到了 好不好 加碼不到 對如果下禮拜有壓回再說 還有那一支雙紅呢 我要不要賣出 我們一天問一檔就好了 好不好 如果你想問第二檔 明天請早 不好意思 這是目前我們的call in的一個規矩啦 所以台進你要買 要加碼 等下禮拜好了 如果有低點再考慮 一檔股票不應該說100塊錢買了 然後跌到65塊錢都沒有出 這位同朋友買到100多塊錢買 買到高檔嘛 那這個平台跌破都沒有出 最晚90幾塊錢要出啊 你出了低檔結果也不是很划算嗎 不然今天漲停板79.2 離人100多塊錢還差很遠 在等解套那種感覺很難受啊 就是頭面有一個操作 要懂得低檔買高檔出 那那個賣出的動作真的很重要 為什麼你持股很多檔 因為大部分同朋友都不會賣股票 買的時候都很勇敢 賣 就希望買下去可以賺漲停嘛 可以賺10%嘛 但是一檔股票買對了 好不容易衝上去囉 不曉得停禮 賺錢下來變賠錢 不完出啦 不可以出啦 賺錢我都沒出啦 了錢怎麼可能出 就是常常這樣的一個毛病嘛 不會賣股票 所以你的股票是越套越多 那賠錢的更不用講啊 賠錢的股票叫你停損 好痛喔 怎麼會痛呢 如果你願意執行我們給你一個動作 我相信今天的逸光 今天的逸光波段新高一定是你的嘛 你自己看逸光 逸光 簡單來講啦 我在上禮拜五 有沒有告訴你連續起盤三天 逸光 接下來明天逸上漲 十九以下買 我是逢低承接 逢低買 買了 有沒有大漲4.5% 這禮拜一有沒有繼續大漲 今天逸光呢 來到波段新高啊 這是我們家的持股啊 第一檔買 買了就會創高 哪一位會員沒賺錢我問你 創新高代表 這段期間參加我的會員行列 不管你什麼時候價位買 每個人都賺錢 就是這樣子 台北的許小姐你好 老師你好 我想請問你一下 我有買那個重期啊 那我買在21塊 那請問要不要出 21塊 昨天有人來問過耶 喔 你沒聽到喔 沒有啊 不知道怎麼辦 要不要出啊 你是跟其他老師做的嗎 對啊 好我知道 這樣 這樣 我昨天有回答過 那這位觀眾可能沒有聽到 那這一個 這檔股票啦 如果沒有猜錯應該 又是有一位分析師 喜歡帶他們會員去追高 跟之前問那個 浩鼎一樣 同一位分析師啊 之前這位分析師 帶他們的會員 浩鼎買在630 結果聽說昨天有停損啊 一張賠了100塊錢 一張賠10萬了 昨天停損 今天浩鼎就上去啦 所以這位分析師 常常在電視上信口開額 他們大獲全勝 不然做多做空 多大獲全勝 真的是如此嗎 真的是如此嗎 浩鼎賠了100塊錢啊 終於賠了幾塊錢 終於呢 從252 252我在賣嘛 他在買252啦 結果昨天停損 一張賠50塊錢啦 那更不用講這個重期啊 漲了一大段才去追高 同樣 差亮你的眼睛 如果一位分析師 漲了一大段 帶你去追這個位置 你覺得 他是在幫助你 還是在害你 常常說他們 做多大獲全勝 做空也大獲全勝 真的是這樣 在前年我在操作 立望這些檔機有股的同時 我是從100塊錢 200塊錢 沿路的做多上來 這位分析師 是做空 從100被嘎到300 講近期的 也可以來印證一下啊 真的有賺錢嗎 真的有賺錢嗎 去年度聯軍啊 從這邊放空被嘎 4979的華星光 從這邊放空被嘎 低檔放空的都忘記了 他會告訴你 他高檔放空的是賺錢的 這種事情常常發生啦 對 做多 你注意看嘛 浩鼎 終於分別讓他的會員 賠了100塊錢跟50塊錢 有大獲全勝嗎 所以最經典的一檔個股就是這支士卿嘛 親愛觀眾 這檔士卿 他是從120 180 60 沿路的帶他們會員 加碼時間 最低跌到30塊半啊 他的會員 心在糖學 就是因為他都沒有停損嘛 後來主管機關看不下去了啊 叫他休息一個月啊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為什麼知道這位分析師 操作毛病 因為他的會員會來找我求救 會來找我哭訴啊 真的說要靠出來你知道嗎 所以當他們有問題 他們是找不到他們老師的啊 為什麼找不到他們老師 因為他們老師 都中午才來上班啊 有問題怎麼找到他們老師 找不到啊 所以每天 只會在電視上當中 說他們大獲全勝 乾淨要我探得急 乾淨要我探得急 自己沒有賺到錢 每天批評其他分析師 說沒有賺到錢 自己那麼晚才來上班 還說自己很認真負責 自己買進套牢股票 沒有持續去追蹤 還說他是全程的公開操作 所以這樣的分析師 你千萬要睜大你眼睛 要懂得盛璇老師啊 昨天我剛好看了他的節目 你知道他那一張A4紙啊 昨天總共叫進了七檔股票 一天叫進了七檔股票 他是把會員的資金 當作開中央銀行嗎 很明顯的就是把會員的一個錢財 當作白老鼠在實驗 每天那些社會標 昨天較進的七檔 有那一檔有漲 昨天較進的那些股票 沒有漲的他今天會繼續追蹤 繼續分析嗎 還是今天他的節目當中 又會秀出新的抗訊 告訴你又買進了好多檔股票 所以操作的一個原則性 新郎老師這邊所帶給你的 檔檔都是價值型投資概念股票啊 我們會員的持股檔數 不會超過三檔 現在的行情到底怎麼走 你看大盤的一個走勢力有在嗎 我有沒有講對 我有沒有做對 我是會帶進帶出的分析師 所以在整一個節目的主軸 你只要把我盤中的節目 跟盤後的節目看完 相信對你每天的操作 一定有莫大的幫助 如果你跟錯人了 趕快來找我 明天見 阿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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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競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 只能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贏了278109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可恨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業的运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斟酌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